廣東省歷屆政協委員 繼續透過中聯辦向內地雪災地區捐款 至今已經捐出超過澳門幣870萬 麥家豪報導 中聯辦副主任徐澤 代表內地災區人民接收善款 今次廣東省歷屆政協委員 捐出超過澳門幣280萬 徐澤對各家一連串的捐款表示感謝 而善款將會統一透過中聯辦送上災區 廣東省十階政協委員 盧偉錫繼續呼籲社會各家人士 獻出一點心意 盧偉錫說 早前廣東省多個市政府組織了3、4萬名電力工人 到受雪災影響地區修復供電系統 體現了同胞守望相助的精神 直至目前為止 廣東省歷屆政協委員 已經捐出超過澳門幣870萬 另外深圳市政協委員 關因此亦捐出港幣10萬元贈災 澳門電視台記者麥加酷報導 好 好